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方法是用五整形八定义一个指针指向 是sdl getKitState这个函数 我们使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能为我们提供一系列的按键操作状态 就像右边这个图所示的 包含了每个按键 即按键是否被按下的状态 大家可以看到 黑色的字体是没有按下的 红色的字体是被按下时的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我们给这个函数 传入了一些参数 而这个参数 是用来记录按键的数量的 我们这里关心的不是按键 我们按了多少个按键 而是它的状态 所以我们给它一般定义为空置 接下来让我们来介绍一下 按键状态的原代码中的一些内容 首先还是和前一节课一样 它的前面的投文件 包括一些大的定义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面 我们之前是用到了事件 我们定义的是一些message 在这里面 我们只需要定义一些的方向 因为这要定义是方便我们理解 其实定义的过程中 这个名是可以随便取的 为了获得一个好的习惯 我们大部分都是起我们想要的 比如按上就是up 下面是事件的结构体验 然后这些是字体 我之前说过的字体 是在我们机构课程中 应用非常广泛的 然后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 这是优化下载的一些过程 还有一些关键色的处理 包括belit 下面是init 接下来 属于我们这节课 比较新的内容的是在下面 是在主函数里面 在主函数里面 我们之前讲过 如何使用sdl get key state 安定状态 我们首先用五整形at 然后定义了一个关于五整形at 这个我之前上传了一份文档 是关于五整形322的 里面有关于at的介绍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定义了一个安定状态的指针 它指向的是这个函数 然后接下来下面是我们所要学习的 下面学习的就是一些判断 当因为它是指针 所以当他接收到这个的时候 他会在这个函数里面寻找 就那个列表里面寻找 如果对用的话 他就执行 然后这个的内容 我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然后他只是一个控制位置在哪里 大家只要画出图了 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大家可以发现 我在这里面操作了四个 比较简单 因为它的过程都是一样的 思想也很相似 但是如果我们在实践 实践里面用按键实践来操作的话 非常麻烦的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代码 它是一个屏幕 当我按上下左右时 它分别会有相应的提示 在这里面 我为大家展示一下 之前做过的一些游戏的代码 我就不讲代码的内容了 为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一个移动 这个移动的过程中就用到了按键 按键操作 所以大家学习好按键操作的时候 可以用到它 一会儿为 接下来为大家展示一下 运用到了精灵图方面的一些东西 大家看到这个小儿的移动 它实际上就是运用到了一个简单的精灵图 还有一些按键的操作 还有碰撞 这些课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我就不在这里为大家多讲了 在今后的课程中有机会继续为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可以看 看一下代码 它分别为这几个 然后因为我们有精灵图 所以我们把它划分成了八个 分别用数组 01234567分别代表 然后当它移动的时候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位置的移动 这个位置的移动 我们可以在它 那个位置上面的坐标进行乘法运算乘二乘三 就表明它移动了多少位或者用加法 现在大家已经学习到了按键操作 大家可以把代码稍微改一下 让一个图片进行移动 这些就是这节课中的代码的部分的讲解 如果大家对课程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发一件告诉我 接下来咱们做一下章节总结 就是咱们之前这十节课所学习到的东西的一个总结 我们学习到了基础的图像处理 包括优化加载比例的还有一些扩展的库的应用 我们在最近的机器课学习到了实践处理 包括按键事件 我们主要学习的是按键事件 我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学习中好好学习一下算法 因为这个在我们之后的游戏中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主要的核心都在算法里面 谢谢大家的观看